再來的話 我們剛剛寫的就是在這個地方 第三項 上面我是有加上註解 反正這個註解盡量還是兩成好習慣 盡量加一下 否則的話你將來回頭看 程式會 相對可能會 有些地方會不知道為什麼寫這個程式 再來的話 其實有個地方可以再簡化 什麼地方呢 因為我們現在有用四個儲存格 複製到另外四個儲存格 實際上你可以看到 它如果是一個連續的 它就是一個範圍 所以如果今天我要做什麼 如果今天希望把某一個連續的範圍的資料 把它複製過來的話 其實複製的目的儲存格 只要跟它講哪一個開始就可以了 那來源的話 一定要是完整的敘述 另外的話 如果是一個範圍 那物件名稱就是Range Range 然後哪個範圍的資料 幫我Copy到哪一個儲存格開頭 它會自動幫我填滿 OK 那寫的方法 1 我是建議這個可以把它學起來 第一個的話 我可以把這四行鑄解起來 OK 放上面好了 那第二個的話 我就在這邊寫用Range 我的Range是哪裡呢 Range 哪個範圍呢 這個範圍 B到1 所以一般的寫這樣 那如果說 就是說你假設整個一串 B的I列到E的I列 那當然寫不好寫 我建議你可以有幾個方法 B的 你可以先B2好了 B2冒號12 然後呢 後面就點Copy就可以了 Copy什麼? Copy到哪一個Distination 哪一個目標儲存格 那指的應該就這個 有沒有 Sales的K列的G欄 就這個就可以了 有沒有 Distination 剛好兩邊顛倒 有沒有 丟到哪邊的意思 那這個會感覺比較直覺 下面這個寫法 就不會像上面的寫法 是兩邊要顛倒過來 OK 所以喔 意思就是怎麼樣 就是把這一邊的範圍的資料 幫我Copy到這邊 它會自動延伸 所以寫這樣就OK了 但是呢 當然你目前複製的話是 第二列不對啊 應該是DI對不對 怎麼辦呢 很簡單嘛 把這個2什麼 改成什麼 雙號雙號移到中間 ANDAND移到中間 再加個I就好了 然後AND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嗎 意思是說 把第二列的列號改成I就OK了 然後後面這個2 因為它是最右邊 所以你直接把它delete掉 後面加一個空白 AND的I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有沒有 第B 那這個數字會 第3 第4 不是第5 有沒有 B5到E5 Copy到 第幾列呢 那就是應該是這個 第7列的G欄 有沒有 意思類推 所以這個改完之後 特別是 改完之後我們來run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差別 應該結果會是一樣的 不過這個的好處 就是執行的速度會比較快 可是因為現在4個儲存沒什麼感覺 如果是400個大範圍 哇那差更多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用Range很適合 那個儲存個非常多的狀況下 就差異很大 但因為這4個其實差異不大 但至少我感覺啦 如果你把這個 把這個四行刪掉的話 哇 城市怎麼這麼短 有沒有 感覺看起來就 整個就 心曠神移起來了 感覺哇 城市就 心減太多 那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話 如果我現在切一般 OK 有沒有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沒什麼差別 但是 速度會比較快 但快現在感覺不出來 可能快了百萬分之一秒吧 OK 好 那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這樣的寫法 可能有些同學 不太習慣 其實你可以寫另外一種 裡面呢 可以不要放置串 可以放什麼 直接就放兩個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開始 到哪一個儲存格結束就好了 那以這個來看 就是這個儲存格開始 有沒有 Sales的I列的B欄 到Sales的I列的E欄 這樣也可以啊 放在這裡 其實喔 如果用剛剛的來改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拿這個複製來 有沒有 複製過來 這個開始 柔點 哪個結束 這個結束 所以你再把這個有沒有 結束的這個 這樣也可以 有沒有 一個頭 一個柔點 一個尾 這樣結果 也會是一樣的 OK 那就是看各位 哪一種寫法你比較習慣 哪一種寫法你比較習慣 有的人習慣用那個 字串 那有的人習慣就是用頭尾 兩個方法 都可以啦 OK 那 建議就是你熟悉哪一個 你就用哪一個就OK了 這個沒有硬性規定說哪一個啦 只是說 以程式的長度來看 好像字串比較短一點 只是說 裡面要串一個I 感覺對於一些同學來說是障礙 那你就用這個方法 OK 那試一下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把這個再弄一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結果會一樣 一模一樣 沒什麼感覺 速度呢 這也沒差啦 反正說真的 只要不要是用人工來做 都是非常快的 OK 那這兩個方法其實 我也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其實也有貼到 我看一下 這邊底下 方法一 方法二 有沒有 OK 所以如果你怕記不起來的話 反正就這兩個 OK 那再來的話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其實這個可以刪掉 刪掉了感覺會更清爽 OK 好 這樣 特別注意 這個range.copy的方法 非常重要 因為將來我們要做 工作表的合併跟分割的話 都可以靠它 OK 如果你放另外工作表 把它合併過去的話 其實只要在range前 前面加shits 哪一個shits 哪一個工作表物件 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方法非常重要 後面還會再用到 那最後的話 順便講一下說 如果我今天 希望怎麼樣 不要按按鈕 因為我們現在按按鈕的話 一定要 最後run完這個之後 按確定 run完之後 按確定 很麻煩 那如果我不希望說呢 每一次run完之後 還要再去執行按鈕的話 而希望呢 透過它本身的 這個什麼下拉清單 就自動 當這個儲存格改變的時候 那就自動執行了 而不需要按按鈕 那這個地方可能 會需要注意就是說 你的事件驅動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這邊可能要知道 我們把按鈕的動作 改成什麼 事件驅動 那所謂的事件驅動 你可能要了解 Excel 這邊有個什麼 裡面的哪個工作表 那目前呢 我們的工作表物件在哪裡呢 因為我現在的工作表名稱叫VBA 所以我目前的工作表 你會發現 官方府有個VBA 指的就是這個物件 特別水喔 那請你在這個物件裡面點兩下 它會出現一般有沒有 那一般的地方 你把它點擊之後的話 它會出現Walking 指的說 這個工作表物件喔 當這個工作表物件怎麼樣呢 後面的話就發生什麼事情 哪個事件 預設的話呢 是叫Selection Change 意思是這個工作表 它裡面發生一個狀態 叫什麼 當選取區改變的話 那其實我們不是耶 我們叫什麼 當工作表裡面有改變 所以特別是喔 請你把後面的那個事件 這個叫Event 叫事件 當它發生什麼事的話 發生Change的時候 所以你沒辦法投尾了 這個就是Walking 這個工作表 指的是這個 當它裡面有資料 被改變的時候 把下面這兩行刪掉 那它會用什麼方式告訴你呢 用一個叫Target的參數物件告訴你 As Range 就是它改變了哪一個範圍 也是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如果 Event Event 這個Target 假如說 它告訴我 它如果改變的那個儲存格 的位置 所以Target 你點一下 它裡面有一個屬性叫Adress Adress就是什麼 就是它變動的 那個儲存格 假如是H2的話 那我就直接 Core 哪一個呢 Core 這個模組裡面的 Sub名稱叫班級 意思是說 那我就自動幫我執行這個Sub OK 特別之外 這邊喔 1 2 記得點這邊 3 記得點Change 的視線 它會傳一個 哪一個Target 就是變動的那一個 的Adress 如果是H2的話 那就Core 班級 那我們來試一下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如果點擊這邊的話 本來是2班對不對 我把它變成1班 那它會觸發一個事件 叫做 這個工作表 Worksheet Change了 所以如果Worksheet Change有沒有 它就跳到剛剛那個 那一個部分 接下來做什麼 我這邊來設一個中斷點 那這個Target Adress 是不是H2 是不是變動的 是不是H2那個儲存格 是嘛 它就進到底下 這個 然後Core呢 班級 所以意思是說 它就幫我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重新再讀過一遍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中斷點我就把它拿掉了 因為剛剛為了效果 把它再拿掉 好 那點一下 2班 有沒有 3班 這樣子OK了 那這個就不要了 把它按右鍵減下就好了 有沒有 那等同就是說 效果的話 那會是跟剛剛用那個 Excel的那個函數公式 所做出來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效果 也沒什麼差別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重點 1 我是在這邊 把剛剛的那個 4個儲存格 Copy的話 改成用Range 點Copy 這個滿重要 這個很重要 這個部分 第二的話呢 利用那個工作表的 Worksheet事件 如果是在這邊 判斷說 判斷說 它的Target Address 如果等於H2的話 那就直接幫我呼叫 班級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特別注意 那個事件驅動這部分 很好用喔 因為以後的話 你就可以 當哪一個 哪一個部分的儲存格 做什麼樣的變動的時候 那你就自動帶出 你要的資料 就可以了 有沒有 比如下拉清單 以後的話 你如果要讓人家輸入資料的話 不一定要用表單啦 其實用那個Excel 本身拿來當輸入介面的 也可以啊 讓他下拉清單選一個 然後當 甚至你判斷不一定哪一個儲存格 你可以判斷那一欄 比如那一欄裡面資料 假如說有變動的話 那你就自動做後續的事情 也都是可以做出很多效果出來的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講的這兩個部分 先試著做做看 第一個就是Range.COVID 第二個的話就是 利用Worksheet的Change事件 自動去執行班級的這個程式 哦